字幕提供 我們都找不到食物啊 這裡怎麼有一袋餅乾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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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誰 誰 誰 我怎麼會來到這裡 這裡看起來好漂亮喔 這是一個鳥園嗎 好多鳥喔 媽媽喜歡嗎 以後都有餅乾可以吃喔 真的嗎 那我以後都可以住在這裡嗎 對 歡迎 歡迎 一起來 你真是個大好人 好棒喔 好 住在一個充滿食物的地方 我們是一隻幸福的青鳥 真的太開心了 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呢 就叫做Wingspan 就是一個展翅高飛的意思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我們不是鳥 對 我們是剛剛那個Erik 扮演的愛鳥人士 他會給鳥類們很多很多豐富的食物 他們喜歡吃的食物 以用他們進來他的鳥園裡面 然後兩圓裡面有分成森林 還有草地還有濕地 他會把牠們飼養在 就是牠們適合的棲息地裡面 然後保護牠們 照顧牠們 讓牠們可以下蛋 然後繁衍後代 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善良的 善心人士 就是喜歡這個收留這些可憐的流浪鳥 對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養最多的鳥 養最多種類 然後可以就是符合我們 需要的那個分數的話呢 這樣我們就會成為這個遊戲的贏家啦 好 那我們在教你們怎麼飼養漂亮的鳥類之前呢 先幫我們按讚 按訂閱 還有按分享喔 這樣你才可以吸引到更多漂亮的鳥類 來你的鳥園裡面 請記得喔 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 好 來看一下有什麼養鳥吧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教的是這個Wingspan 這個遊戲就是展翅高飛 那我們會先選出一個最愛鳥的 或者是養了最多鳥的玩家來當起始玩家喔 就把這個可愛的圓盤一隻小飛鳥給牠 好 然後每個人呢會發兩張 這個綠色樹葉的呢是我們的目標卡 裡面會有我們自己的得分的一些機制 對 然後你們可以兩張選一張把它留下來 另外一張就放回就是排隊的最下面 然後呢 我們還會發五張這個 藍色羽毛的這個是鳥類卡 就是它裡面都是各式各樣的鳥 那你也可以選擇就是看你要留幾張下來 加上我們會有五個食物不同的食物 有這個是水果 紅色的小果子 然後還有這個黃色的是麥子倒水 然後還有綠色的是耳心的蟲蟲 然後還有藍色的是魚 還有這個灰色的是老鼠 拜託大家不要吃老鼠好嗎 老鼠很可憐耶 好 然後你可以選擇就是五張鳥類牌跟五個食物 加起來你可以留五個 例如說我可以選三張鳥類牌跟兩個食物 然後其他的就棄掉 就是你總數加起來可以留五個 然後氣牌堆我們就放在一邊 然後除非牌沒有了我們才會再重新把氣牌堆洗回來 好 那我們遊戲這樣大家都選好以後就可以開始了 一開始呢 我們每個玩家會選一個顏色 然後你的指示物呢總共會有12345678 有八顆指示物 就是你的行動 就是你的工人的標記 就是你每一次呢 就是放一顆這個你的Token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個行動 那我們每個人都有四個行動可以選擇 第一個行動呢 就是打出一張鳥類牌 那你打出來的時候呢 它有很多東西要看 就是第一個呢 是看它的左上角 左上角這邊有寫它適合住在什麼樣子的地方 像它畫的這個是綠色的 就表示它要住在森林裡面 所以你森林裡面就要有地方給它可以生長 就是它最多只能養五隻鳥 每個地方都只能養五隻鳥 所以如果沒有空格了 你就不能再養那個森林裡面的鳥 好 那下面還有寫說它喜歡吃什麼樣子的食物 像這張上面寫了蟲子或者是那個麥子 所以它可以二選一 就是你只要附掉一隻蟲或是一個麥子 把它丟掉 然後就可以吸引這隻鳥 好 飛飛飛飛飛飛過來 飛到你的這個樹林裡面 它就會住在裡面了 好 那住進去的當下呢 是 如果你的這個鳥呢 下面是咖啡色的文字的話呢 那就是在放下去的當下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可是當你在執行之後 你要做森林的動作的時候呢 你就所有咖啡色的那個字 全部都會執行一次它的功能 從左至右 所以就會全部這樣子 一整排都咖啡色就會全部都執行 那如果不是咖啡色的話 像這個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它就是被動能力 就是你當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發生這個效果 就是它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你自己要啟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被動能力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牌呢 是什麼顏色都沒有的 對 那這種牌呢 就是很普通的一隻鳥 就是它沒有任何的功能 它就是一隻幸福快樂的小鳥兒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養在你的這個棋棋地裡面 就是快快樂樂的長大 好 就是分成這幾種牌 好 那我們養好以後呢 它這張牌其實它有很多的資訊在上面喔 如果你對鳥類真的有研究的話呢 你可以看得到上面有它的學名 有它的這個這隻鳥的名稱 然後旁邊的呢 是它的分數 有兩個羽毛 就表示說它遊戲結束是兩分 然後下面呢 還有它的是哪一個種類 就除了它住在哪一個地方 它還有分它是哪一個鳥種 就是會畫一個這個圓形的小符號 就是它的種類 然後在圓形的小符號下面呢 它畫了三顆蛋 就表示它一次最多生三顆蛋 所以在它的鳥窩裡面呢 是不能流超過三顆蛋的 它的窩就是只能存三顆蛋 多的蛋就會滾出去 就會掉在地上破掉 所以它這邊都有很多的資訊在上面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鳥的話呢 你還可以看它最下面這一行 就是有寫說 這隻鳥呢 它會出現在世界的哪一個區域 譬如說它會出現在亞洲啊 然後還會介紹一下這隻鳥 它會有什麼特別的習性什麼的 對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很喜歡鳥的話呢 它裡面每一張鳥都是不同的喔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這些 很多的鳥的圖示 就是圖解 好 那我們這是第一個動作 就是打出一張鳥類牌 那記得如果你打的是 每個七起地的第一張的話呢 是不用付任何費用的 可是如果你打的是第二張 那記得你看一下上面它有畫一顆蛋 所以你必須要付出一顆蛋 就是任何一隻鳥窩裡面的一顆蛋 把它付出去 你才可以打第二張 就同一個七起地的第二張 相對的就是第三張也要付一顆蛋 第四張你就要付兩顆蛋 第五張呢 你也要付兩顆蛋 所以如果你生的蛋不夠的話呢 你是沒有辦法飼養那麼多的鳥類的 好 這是我們的打牌的動作 好 那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可以執行這個森林的動作 森林的動作叫做Game Food 就是得到食物 你就去森林裡面採集食物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會骰這五顆 就是我們的食物骰 食物骰把它放到這個很可愛的這個鳥巢裡面 這樣把它骰出來 骰出來以後呢 就不能再去更動它了 目前啦 然後呢你可以選一個食物把它帶回家 可是要根據你的森林裡面住了幾隻鳥 決定說你可以帶走幾個食物 例如說我只住了一隻鳥 那我旁邊露出來的就是我的能力 就是可以得到一個食物 然後如果我氣掉一張牌 鳥類牌的話 我可以再多得到一個食物 那如果我養了兩隻鳥的話呢 露出來的就是說我可以得到兩個食物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我還可以再多用一張牌 再多得到一個食物 變三個食物 那如果我養了四隻鳥 我就可以得到三個食物 那如果我養了五隻鳥呢 就是看最旁邊的這裡 我可以得三個食物 然後還可以再用一張牌多換一個食物 等於是一次可以拿到四個食物的意思 對 所以它的能力就取決於營養了多少鳥在森林裡面 好 那我講一下如何選擇你的這個食物 因為說如果食物呢被拿走的時候 例如說我要拿一隻蟲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拿一隻這個對應的蟲蟲帶回家 然後如果說等一下呢有人拿這種的二選一的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要麥子或是蟲 好 那假設我選麥子我就把它帶走 然後呢假設呢這些都被選完了 然後剩下兩隻魚 這當剩下兩個骰子然後是一模一樣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選擇重骰 因為這裡的食物實在太爛了 竟然只有一種 對 所以我們如果有兩顆骰子是一樣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重骰 對 那重骰完如果還是一樣 你就可以再繼續重骰 骰到它變不一樣為止 然後這時候呢不一樣了 你就必須要從裡面選一個把它拿走 然後如果它剩下最後一個骰子的時候呢 你也會覺得非常的沮喪 為什麼森林裡面只有一隻老鼠呢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重骰 對 就重骰以後 啊 不是老鼠的是魚 好 那我就只能把魚給帶走這樣子 好 那我們被拿走的食物呢 我們就會被放在外面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能再重骰它 或是改變它了 之後我們要拿食物的時候呢 就只能從這五個裡面來做選擇 對 可是我們就是可以 五個都可以選 然後選了以後呢 它也不會不見 就是它永遠都在那個鳥巢的外面 就是可以給你做選擇 對 可是如果在鳥巢裡面的話呢 你就可以會有充骰的這個功能 好 就是我們的森林的動作 好 接下來我們講第三個行動 叫做下蛋 下蛋就是這個草地的行動 那我們每次做行動 記得都要放一顆就是你的這個 你的Token在這個上面 比方是你做過這個行動 好 那我們草地的行動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下蛋 然後說要在鳥類上面下蛋 啊 不是廢話 不然蛋要下在哪裡 好 那我們一樣就是會看我們有幾隻鳥 住在這個草地上面 如果都沒有鳥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下兩顆蛋 那記得這個蛋呢 它是任意下的 就是說 我就算是草地的功能 我也可以把蛋下在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隨便什麼鳥都可以 而且呢 它的這個蛋非常漂亮喔 它總共有藍色 咖啡色 然後那個粉紅色 還有綠色 還有白色 總共有五種不同顏色的蛋喔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這些蛋好美喔 一定有什麼特殊的能力 沒有喔 這些蛋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它沒有代表任何的意義 就只是好看而已喔 就像你就是 很多馬卡龍很多顏色 可是它全部都是同一個口味的意思 好 就是說我們隨便拿幾顆蛋 就是我下兩顆我就隨便分配 就是只要是可以下蛋的鳥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那這隻鳥不能下蛋 所以我只能放在牠身上 就下了兩顆蛋 好 那如果說你在 你養了一隻鳥在這個草地上面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把一個食物再換多一顆蛋 就是你氣掉一個食物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在一隻鳥身上 再多下一顆蛋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如果你有兩隻鳥 你就可以下三顆蛋 有三隻鳥 你就可以下三顆蛋 然後再多換一個食物 食物再多換一個蛋 然後如果你養了四隻鳥 就可以下四顆蛋 你養五隻鳥呢 就是可以下四顆蛋以外 你還可以再多換一顆蛋 就等於是五顆蛋 好 這是我們第三個行動 就是在草地上面做行動 就是下蛋的功能 好 我們最後一個行動呢 第四個行動 就是在我們的濕地 濕地上面呢 叫做抽鳥類卡 抽鳥類卡 那就是一樣 就是看你的這個 濕地上面養了幾隻鳥 你就可以抽多少的牌 如果你一隻鳥都沒有 那你就是抽一張 那抽牌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有開三張牌 所以說你只能選擇這三張 或者是上面你按抽一張 都可以 就是開著的 或者是蓋著的按抽 對 然後 而且呢 如果你拿了這一張牌 它不會馬上補一張 所以說你拿完這一張以後呢 你的選擇就會變少 除非就是等到你的回合結束 它才會再重新再補一張鳥類出來 對 所以說你下面三張一次把它拿完的話 你就沒有得選 你就只能按抽了 好 那就是跟剛剛一樣就是 如果是都沒有鳥的抽一張 然後有一隻鳥的話抽一張 然後你還可以用一顆蛋 然後多換一張 然後兩隻鳥的你可以抽兩張 三隻鳥的可以抽兩張 然後一顆蛋再多換一張 然後四隻鳥你可以抽三張 五隻鳥你可以抽三張 然後再用蛋多換一張 那這個多換的行動 都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 例如說你沒有蛋 或是你不想要把蛋花掉 那你這個多換的動作 你可以選擇不做 它只是讓你可以多一個選擇 去多拿一些東西而已 好 那我們的四個行動就講完了 那當我們每個人呢 都做完我們手上的八個Token 就是八個行動都做完以後呢 我們就會算分 算分我們總共有四個回合 那每一個回合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目標 如果我們的目標呢 達到最多的人呢 他就會放一個Token 在這個第一名的位置 然後就會得到對應你的分數 像這個第一回合呢 分數分別是4100 第二回合變成5210 第三回合變成6320 第四回合呢 變成7430 所以說你越後面的回合 達到的目標越高的話呢 你分數就會得到的越多 所以我們做人不能太短視精力 我們要朝後面一點的 有遠見一點的目標來做執行 對 可是當然每一個回合都能到 都得到分數的話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分數來源 好 那我們就可以一開始就先看一下 例如說第一個回合它的目標呢 是蛋要在那個濕地上面 最多蛋的人 對 所以你的濕地 你必須要先養很多鳥 他們才可以下很多蛋 這樣你才會得到很多濕地上面的蛋 然後第二個呢 是就是在草地上面的蛋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說你要有這種鳥類 這種鳥類的牌上面的蛋有幾顆 可是要注意一下是指定的這種鳥類 這個種類的 然後第四個呢 就是另外一種種類 這個種類的鳥類牌呢 上面要有蛋的 總共有幾顆 那我們就是算顆數 如果平手的話 例如說黃黃綠色跟黃色 他們都是最多的 那他們就一起拿到這個7分 反正你在第幾名就是拿到幾分 所以就是會照這個東西去放Token 好 那放完以後呢 你就會說 那我們少了一個Token 該怎麼辦呢 難道我們可以先拿回來嗎 不行 就這個遊戲呢 它就是每一個回合會讓你少一個Token 所以你的行動數會越來越少喔 第一個回合你有八個行動 第二個回合就變七個 然後六個五個 所以說你能做的行動數量是越來越少的 可是呢 你能夠達成的Combo會是越來越多的 因為你後面鳥類養的很多嘛 例如說我這個森林養了很多很多鳥 養了五隻鳥 那我之後每次去執行森林 就是拿食物的動作 但我所有這個森林的鳥類 只要是咖啡色的字都可以啟動 所以你可以同時啟動非常多的功能 對 所以到你後面的時候 雖然行動數變少了 可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也許會變多喔 所以我們四個回合結束以後呢 我們就會來算分 算分的話呢 它很貼心的給了我們一張這個計分表 好 我們來看一下分數有哪些 第一個呢就是說 我們來算我們的鳥類的牌 鳥類的牌上面總共有幾分 剛剛不是跟你們說 就是鳥旁邊它有畫這個羽毛 羽毛旁邊有寫分數嗎 所以就把所有的羽毛分數加起來 例如說我這樣就是2加3加2加5加6等於多少 好 不管隨便 然後就是寫分數寫在這裡 然後呢第二個叫做Bonus Cost 就是我們的這個目標秘密任務牌 就是它上面會寫說 什麼樣的東西會讓你額外得到分數 對 像我這一張呢就是說 這上面的鳥類的名稱前面是有一個人名的 例如說Eric's Bird 就是艾瑞克的鳥 這樣前面有一個人名的話呢 它就會多得到2分 因為大家可以看就是 它有的鳥前面有就是人名 誰的鳥這樣子就會得到2分 好 那它這個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你幾張都可以 就是如果你有10張你就加20分 你有20張你就加40分 好 就是沒有限制張數了 當然不可能你有20張啦 因為最多我們只能養15隻鳥 好 然後它下面還很貼心的告訴你 有多少百分比的鳥是這一種鳥類 像它上面寫了說11% 11%就11%的鳥是有名字的 它真的非常貼心 還告訴你說這幾率有多大 好 那我們就會計算我們所有的任務牌 因為遊戲中你可能會得到更多的任務牌 所以就會把所有的任務牌的分數全部都加起來 然後寫在上面 接下來呢 第三個就是算我們的每一回合結束的分數 例如說你剛剛的第一名的有7分 第二名的4分 就把這個上面所有的分數都加起來 然後寫在上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有分 就是我們的蛋 如果我們的蛋呢 在我們的圖板上面沒有用掉 它們是很珍貴的 我們可以拿去賣錢 啊不是啊不是 我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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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賣錢 我們是要把它就是 好好的培育出來更多的鳥類 所以它也是有分數的 每顆蛋都會得到1分喔 你就寫說你有總共有幾顆蛋 然後呢 你的食物 在那個卡片上面的食物 就是說 它有的卡片呢 是可以存食物的 所以說如果你的某一張卡片 它是可以放蟲蟲的 那你就存了很多蟲蟲在上面 那你就會也有分數 那最後一個呢 叫做Turkey Card 就是說 有一些鳥類它的功能是說 你可以把一張牌壓在它的下面 然後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一張牌就會得到1分 所以說就是算說 你的這些鳥類的牌下面有沒有壓住 壓了幾張牌 那幾張牌就是得幾分 然後就把它寫在上面 所以我們總共就會有 1 2 3 4 5 6 6種算分方式 然後全部加起來就是你的總分啦 好 那我就第一次玩就得了75分 我就獲勝囉 好 那我們遊戲就介紹到這邊 等一下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到底怎麼樣獲勝呢 成為一個鳥王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玩這個遊戲的心得 第一呢 你就是必須要先看一下 我們4個回合它到底有什麼 競爭這個比賽的項目是什麼 例如說第一回合是就是 如果是失地最多鳥 那你就想辦法獲出最多失地的鳥 就是每一回合你都希望說 你自己是最多的 除非你已經沒希望了 就是別人手上失地的牌 就是比你多 那你就想辦法下一回合的目標 就先做一做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卡片遊戲 所以你手上的牌呢 的種類其實是很重要的 然後還有你的這個秘密任務卡也很重要 例如說呢 它這有的是說 你總共有幾隻牌 幾隻鳥就講錯了 等一下 例如說這張目標卡是說 你的那個鳥類牌必須是4分以下的 有幾隻 5到6隻是3分 7隻以上是6分 那你就是盡量收集4分以上的鳥 就是你可以做這個 每個回合的比賽目標之外 順便一定要一起做你自己的個人目標 最好是打出那種 又符合比賽的 又符合你自己任務的牌 所以這個遊戲呢 它就是拿牌非常的重要 當你看到你想要的牌 一定要奮不顧身衝去拿 這就是我要的牌 馬上拿回來然後打它這樣子 對 如果說 又要符合你的任務 然後又要符合比賽項目的牌 這種牌其實是很難得的 難得一件非常的可貴 所以你一定要立刻衝去拿它 對 所以說 你可以一開始啊 先升級你的 我覺得先升級就是 蛋的能力還不錯 就是看你先選一個來做吧 的功能做牆 例如說 我想要先拿多一點食物 那我就是先都放森林裡 可是它如果第一回合是說 要濕地的蛋最多 那你可能就第一回合先做濕地 那你這樣之後拿牌 就可以一次拿比較多張 那如果剛好上面沒有你的牌 你又很想要牌的話 你就是按抽多張一點也沒關係 就是總有機會就是抽到你想要的牌 對 所以說這個遊戲呢 就是手牌卡片非常的重要 然後你的分數來源呢 最大的就是你的自己的個人目標 還有我們的比賽項目 對 然後盡量多生產一些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盡量多做一些combo 因為它的牌呢跟 我覺得像有點像四季物語 就是它是可以combo的 所以例如說你咖啡色的牌 你就把它連成一線 就是你可以做這個行動的時候 就做了哇連續五個動作都可以做這樣子 等於是你畫一個行動 你可以得到五個行動 這樣就非常的划算 所以說你想辦法做出一些卡片的combo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好 那我來講一下你會喜歡玩什麼樣的遊戲呢 例如說如果你有玩過這個 鳥的羽毛這個遊戲的話呢 那你也很適合玩玩看我們的這個展示高飛喔 因為它的主題非常的像 都是有鳥類啊 然後會下蛋啊 然後有各種稀有程度不同的鳥啊 然後棲息地也有所不同 對 所以說你喜歡鳥類這個主題的話呢 你也可以玩玩看鳥的羽毛這個遊戲喔 然後如果說是遊戲機制的話呢 個人覺得它跟那個工業革命Brace有一點點類似 因為它都是 它像是 它的每一隻鳥就像是一個工廠 所以你把它蓋出來 你要花資源去把它蓋出來以後呢 它會生產貨物 生產貨物就是這個帶 帶你可以就是把它拿去用 用的話就是把它拿去換成牌啊 或是換成那個食物啊 之類的 或是拿去做別的功能 然後留著你也有分數 對 所以我覺得它跟那種 資源生產的遊戲都還蠻類似的 然後它又是工人擺放的遊戲 所以說你喜歡這種就是 蓋工廠啊 生產資源 然後那個工人擺放的遊戲 你都還蠻適合玩玩看這個展翅高飛的喔 好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今天介紹的桌遊展翅高飛 如果你們就是支持我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們的頻道按訂閱 然後幫我們的影片按讚按分享喔 這樣會有更多的朋友跟你一起來收集鳥類 而且如果你會支持我一下下的話呢 拜託就是你可以來購買一下我的最新個人寫真專輯 它裡面呢 不但有160頁滿滿的寫真 非常非常多種造型喔 有性感的 有運動的 有生活風的 有宣傳造型的 然後也有舞蹈造型的 各種各樣的造型都在裡面 而且呢 最後這邊還有一張CD CD裡面你們猜有幾首歌 有十首歌喔 非常非常完整的一張很大一張專輯 就是十首歌 滿滿的誠意 而且裡面有五首歌 是我自己的歌詞創作 所以你們如果喜歡做歌詞創作的人呢 可以來參考一下 而且這張專輯的總監制呢 是FIR的阿慶老師 然後我還有請到麻吉弟弟來做製作人 還有有名的曹登昌老師等等 就是很多有名的製作人 他都有幫我製作這張專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帶回家聽聽看 而且呢 如果你來秘密基地桌遊購買店購買的話呢 還會再多送你一盒桌遊狼人真言喔 非常非常的划算 等於是買一送一 因為這兩個價錢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非常的划算 希望大家可以來秘密基地購買 而且還會再送你一張就是Promote卡 就是歌姬 就是只有在我這邊買 才會送你的Promote卡喔 所以如果你也喜歡狼人真言這個遊戲的話 請務必要到我們的咪咪基地桌遊店來購買啦 或者是你在線上各個音樂平台也可以購買 或者是呢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收看到我的MV 我總共拍了六首MV喔 所以可以大家搜尋 比蜜純蜜 就可以看到我許多的MV了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的話呢 可以留言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例如說你想要跟我玩桌遊啊 例如說你想要知道秘密基地在哪裡啊 或者是例如說你想要問我的三圍身高體重啊 隨便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留言在影片下方喔 或是你希望我介紹什麼桌遊的話呢 你也可以就是給我一些參考意見 如果我會玩的話呢 就會幫你做介紹囉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我是咪咪基地的李咪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隨便亂吵 三圍都會被鎖奇怪耶 好可憐喔 字幕《V toward this video》 Hey yow 見到誰還有 見到妳就做我的男朋友 Hey yow 我的男朋友 我在全面為妳找了我 Can you feel it